这个要一笔一笔戴下来 不要着急 画到这儿 画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蜻蜓的形态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可以戴一点黄色 画它的嘴 就有意识有个区别 就不让它一样 或者偏绿色都可以 这一只蜻蜓画完了 第二只蜻蜓呢就要换个姿势 同时换个手法 换个莫骨的 莫骨呢就是眼睛一点 就点出一个圆的形态 在侧点点出一个另外一部分 它的口气这部分画好 这都不变 因为它属于结构的内容 颈部 背部 七节 七节画完了 翅膀可以区别这个身体 这个 透视 这是透视 刚才这俩翅膀 虽然是有长短变化 但是角度还有 这个角度变成这边宽 这边窄过去了 透视 画它的能看到的 几只足 这是一个蜻蜓 这是莫骨蜻蜓的画吧 正面我画一个墨色的 画一个莫骨的 画正面 所谓正面不是绝对的正 因为绝对的正 就太水平或者太垂直了 这它有一个正的角度 这个角度趋向于正 然后用蛋蛋默 画它的翅膀 这个翅膀要这样画 冲钱 冲钱不要画水平 要冲钱 这笔还可以够 这其他就不理它了 画一下它的 露出的小的嘴 三只蜻蜓的形态 我把它画完了 大家可以从中 体会一下它的结构关系和 用笔用墨的变化 希望大家在课下 通过光盘和教材的学习 掌握一下蜻蜓的 技法规律 把蜻蜓画得更加熟练 下节课 我将要为大家